刚刚在中央高调反腐的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 首站出访广东深圳 深圳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改革开放前沿地 而广东也在呼应官员财产公开 因此令外界猜测 习近平是否有意将正改的试点放在广东 不过评论认为 习近平如果想效仿邓小平改革 就如同带着枷锁跳舞 徒劳武功 下面请看一看专家怎么说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新冠上任后 首站出访深圳和广州 深圳是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所在地 以及首批改革开放地区 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在1978年到1980年主政广东时 就提出广东特殊经济政策 8964后 习仲勋长期住在深圳 媒体普遍认为 习近平接任中共总书记后 首次的出访选择深圳 意在展现力挺改革开放的态度 并且塑造开明形象 习近平当选之后 到邓小平南巡的广东区深圳去 到他的父亲习近平工作的广东区 给予中国的人民的一个幻想 没错 我会改革开放 我会沿着我父亲 跟亚平的改革道路去走 但是同时他也宣告了 这种走法 也是要在保证 共产党这个 以权统治的情况下去走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 时事评论家张天亮认为 习近平不管他做什么姿态 只要他不改变 结束一党专政的这种体制的话 不会有任何前途 他到广东的话 实际上是为了宣示 他这种改革的形象 邓小平当年是南巡的时候 开启了中国的 跺脚压式的改革 就是经济改 政治不改 邓小平路线现在已经走不下去 大家都看得清楚 如果他研究邓小平的路线的话 还是死路一条 香港明报报道 广州与深圳日前清洁环境 绿化装饰 公安彻查出租屋 意在迎接领导到来 邓小平1984年曾经造访的深圳 罗湖渔民村 最近有大批公安进驻 村内也加强清洁整修 报道并表示 中共政治局委员胡春华 最近将到广东上任 而习近平前往广东 与高唱改革的省委书记汪洋见面 可能是为中共笼络民心 添加筹码 汪洋虽入场无望 但今后将北上 工作重心转向中共中央 12月8号 习近平在深圳福田向邓小平向献花及指数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全程陪同 对于习近平出方广东 时日评论员汪北纪认为 中共的问题在于他存在的不合法性 应该追究他的罪行问题 而不是讲求怎么发展 谋求什么经济上的改革开放 汪北纪表示 中国现在即使继续延续 邓小平的做法 在经济表面上开放 但是仍然没有形成 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 公平竞争的经济形势 中共的寡头财阀 依旧垄断着整个社会的资源和财富 从经济上奴役着整个国家和人民 在这种状况下 中国的经济还是悲观的 中共现在的大陆上 就是属于是存在自我的幻想当中 它觉得政治上继续保守 经济上继续推进 才能够维持 这个也是他自己的单方面的想法 带着脚料带着锁料 所有的防腐败 所有的改革开放 实际上中国的人已经厌倦 你总是从米约地区 南约地区的台湖上面去做文章 从国政党这个品质的根子上做文章 汪北纪进一步分析说 习近平如果要效仿邓小平改革 就等于拿着一个过时的剧本去唱 还是跳不出中共灭亡的命运 中国需要的是彻底解体中共 从上至下完全脱胎换骨的变革 而不是继续延续中共的生命 否则不管包装了多少 貌似开明开放的地区 对于中国的未来都毫无意义 竹子长